年少时 他跨越沙海 走向梦想之地 风雨后 他再遇归来 他在时间的刻度上跳舞 跳出盛世繁华 他就是柔美中带着力量的姐姐 佟丽亚 人生三十而已 佟丽亚回归热爱的舞台 光芒万丈 因为我从小就学舞蹈 然后现在又重新 在舞蹈方面 也有自己的一些创作 所以那是我特别喜爱的一件事情 从舞者出发 成为演员 再回归舞者 佟丽亚的身上 没有因为时间抹去什么 反而多了些纯粹与从容 小的时候跳舞就是模仿 老师教什么学什么 但现在因为有了演员的经历 你会放很多的情感在里面 然后你在演的时候 不再只是简单的笑啊舞蹈 你会有很多的情绪 所以这就是互相依靠支撑的吧 2008年 新不了情播出 那时初出茅庐 二十多岁的佟丽亚 精准地诠释了一个被命运戏弄的年轻女性 女儿是我的 你不用负任何责任 李在爱表面的坚韧与内心的善良 让这个离我浅笑 美眼寒情的新疆女孩 从此闯进了大众视野 空巷子中遭遇青春疼痛的女工奇桥 平凡的世界中 温顺隐忍的女教师田润叶 她们都是被时代裹挟的女性个体 来不及在风云骤变的时代中 找到自我 这些角色的演绎 让佟丽亚褪气青涩 扎根女性人物内心世界 孜孜不倦地探索 而佟丽亚饰演的 另一部分女性角色 则展现了女性勇敢追爱 不断完善自我的一面 事还没办呢 你怎么知道我会丢人性眼 等好吗你 我挺敬佩给大家 我觉得她是现代女性的一个 奋斗的一个精神的体现吧 对 因为确实现在的女性 越来越自强 自立 虽然是年代戏 但是毕竟还是我们现在的观众去看 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套用的 她结婚了没有啊 啥意思啊 你还想给我们牵红线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可看不上她 可能高大喜在戏里面年纪偏大了 然后生活中也会老有人给她作媒 但她自己就会因为有自己 那个喜爱的对象 或者是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吧 但是在那个年代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要歌颂爱情 然后大家要对爱情有美好的向往 虽然她身上有很多的缺点 但是我觉得她身上那种勇往直前 然后不服输的冲劲 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你要是耗子 我就是猫 你要想逃高我高大侠的时候找行 那简直就是大白天做大梦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影视作品中 是走出去的 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一样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越来越独立 然后她们无论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 还是在经济能力 还是自己的生活能力都非常强 影视作品本来就是应该反映 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状态 老娘天下最美 谢谢 彭丽娅用每一个角色 悄然演绎着不同时代女性的命运 每一个人物命运都能引发我们 对当代女性世界观 爱情观 以及金钱观的深度思考 而生活中的彭丽娅 同样选择了打破困境 自在独行 只为成为最好的自己 偉择了 散 Kä 阳 雅 吴 艘 雅 雅 感谢观看